孔子周游列国 小琪 我们快走 前面马上就到孔子的故居屈府了 你快点啊 快点 我来了 你看 那就是屈府口庙 这还有孔子的雕像 那边墙上还有很多碑文呢 我们快去看看吧 好嘞 你看 孔子年轻的时候读过许多书 对古李特别熟悉 他青铜六翼也就是礼节音乐射箭驾车书写计算 我们到那边看看吧 没想到孔子懂这么多事情 他真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 我们应该用计算机查询一下孔子的经历 你说是吧 好啊 但是在五年前五百年 齐国想拉拢邻国 鲁国和中原诸侯于是在齐鲁交界的加古地方召开了一次会议 鲁国派去开会的代表就是孔子 由于孔子不到三十岁就学识运博 办事认真 所以很多人都愿意拜他为师 于是他就索性办了个书房 收起学生来 孔子三十五岁那年 五国发生的内乱 孔子流落到了齐国 他向齐景公谈了自己的政治主张 齐景公很欣赏他的观点 并想封闭给孔子重用他 可是齐景公遭到了齐国大臣们的反对 无奈孔子又只好离开齐国 重回鲁国去了 孔子五十岁后 在鲁国先后任司空 大司后等官职 后来还带行鲁像职务 而鲁定公却天天吃喝玩乐 不管国家正事 孔子几次求见鲁定公 想劝说他 但他却逼而不见孔子 打那以后 孔子又离开了鲁国 周流列国 希望能找个机会实行他的政治主张 但是当时各大国都忙于战争 小魔都连练着给鲁定的威胁 整个社会都在动荡不安 没有人肯接受孔子宣传的一套 恢复周朝初年孔乐制度的主张 他先后去过魏国 曹国 宋国 郑国 陈国 蔡国和楚国 有一次楚朝王请孔子去楚国 孔子等人经过陈蔡两国的时候 陈蔡的大夫们 把孔子到楚国对他们鼓励 就发兵把孔子挤住 围困在野外 以至于他们几天都没有吃饭 有些弟子都饿昏过去了 孔子在列国奔波了十三年 碰了许多钉子 并没有实现他的治理国家 要建立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的刚长秩序的主张 孔子怀着失望的心情 又回到了魏国 这时 他已经六十九岁了 从此 孔子专心整理古文化典籍和教育学生 传说他教过的学生总共有三千人 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七十二人 他成为古代最著名的教育家 孔子在晚年还整理了几种重要的古代文化典籍 有诗经 尚书 春秋等等 公元前四百七十九年 孔子去世了 他死后 他的弟子继续传授他的学书 形成了一个儒家学派 孔子就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孔子的墓就在那片古树参天的孔林中 小琪 快来 前面就到孔林了 我来了 孔子 孔子 感谢观看